体会佛陀的大慈悲 就在生命电视台 越多跟一些双子 光月光地 何月在三月 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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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跟他 就是了 一把 手子都搪走 也不斷走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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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要做的 他老皆用作的 他在做的 但他就去做的 他在做的 看別的眼睛 你所说你是用的 有像吗 没有經驗 还有 这注意 不想 eka 没有 额 也没有 有 不想 不能 偷 不 不 那我考虑的 通的那些族 南东的 南东的关系我们都在山谷幽门 都要山谷幽门 这种山谷幽门 沙发山谷幽门 从这一刻就打了一句话 耶稣 上午的课程,我们把 无修正德无上菩提果这一段讲完了 再来,我们提到了 所谓的无上指的是 了知,自他无二的本来智慧 在这样的智慧当中 是没有任何实质的执着 跟对事物的执着性的 接下来要谈的是 超诸直取 是见王,就是见地之王 就是在 在此,我们并不把外在 所取的敬跟能取 敬的心,这两个 当成不同的概念来看待 我们晓得的是 事物的显像 他的本性就是空的 我们不能够说他没有 因为他并不是空空如也的完空 不要把它当成是完全的否定 那同时他也没有 因为不否定 而成立什么 所以也不要认为说 他有什么样实质的存在 他有什么样实质 的 你前途回家 只有十三成了 但人生满海在禁止 甚至你到一帮到一席 有些人在禁止 在家里面的人是在家里 这家里面是有些人 这家里面的 是在家里面 外面是一个人的 後來我不懂,我會問,和我們這些招待的時空。 不可能他們在那裡。 他們都是在這裏。 這個時空和我的。 是我的。 那是我们的 都没有一个人 两百年以后 这就是我的唱歌 这种音乐的音乐 这两个音乐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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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的音乐 这种音乐的音乐 这种音乐的音乐 继续讲 超越一切的执着性 就是最甚的见解这件事情 对于初学者来讲 乍听一些显现 都是显空双运的 也许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认为什么事情都是虚无的 空空如也 不过这样子想的话就错了 我们应该要想 晓得的是 不管是外在的气势间 一切索取的静 或者内在一切有情众生 跟他们的内心 能取静的心 他的本性都是平等性的 在这样子的平等性当中 是没有任何的实有 没有任何的地实存在的 所以是无有执着的平等性 而有一个明觉 有一个明了性 能够认识到这样子的平等 这样子的无有执着 那样子的明了性是非常的明晰的 如果透过实修的话 逐渐那样的明晰的层面 会展现出来 也就是说 过去的祖师提醒我们 一开始初学者会认为 索取静跟能取心 是两种概念 把它认为是不同的 但是藉由不断地以心观心 会逐渐地晓得 这两者实际上是没有什么 根本上的区别 或者没有根本上可执着的对象 对我们来说 我们会对事物下种种的判断 说这个是如此 这个不是如此 这个是真实 这个并非真实 我们有种种的判断 可是如果真正去关心 会晓得 原来一切的显现 它就是当体极空的 它就是显空双运的 在晓得色法的显现 是显空双运之后 进一步的声音 它的震动 也是升空双运的 不管你听到的 声音是好听也好 不好听也好 都不再因为执着心 而产生爱恋 好的声音 不好的声音 它都是平等性的 在以心关心的情况之下 我们会了解 原来所取的外境 跟能取近的心 它本性就是平等的 所见的一切 是显空双运 所见的一切 是显空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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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双运 但是在海中的 是显空双运 但是在海中的 那里 还没有双运 双运 寻一切 乳无散乱, 战修亡 这边会提到无有散乱心的 持之以恒的禅修是不分日夜的 之后会有所谓认识日夜无别 或者是醒梦无别的了知 那在我们的概念当中 日常跟夜间做梦是两回事 我们把它以分别的概念看待 认为今生的日常生活是真实的 相对于日常生活的梦境则是虚幻的 我们有这样的想法 只要我们的我之还没有结束 那如同梦一般不真实的那个状态 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然后我们会持续的执着日常生活为真实 只要那个我之还在 这个梦的幻象也就不会停止 如果真正能够见到 真正能够见到圣意的话 在圣意当中没有任何的可执取式 那么醒梦之间的界限也就消融了 那在要做到那样子的境界之前 我们必须要先了知 在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 一切也是不时有的 要去除对日常生活的时有性的执着 如同因为日霸尊者所做的教诫一样 刚才去除止 sneaky继续 deix平均的 就是一切开关,低调眼 有阶不立即可预充画房谢动去弄了 在此,我在这里面有一些人的经历是从来 来的 在这里面有很多人的经历, 因为在这里面有很多人的经历 我们只会看到一个人的经历, 因为我们没有所谓的经历, 因为我们没有所谓的地理 所以感动地球 这些人都能够重新重新地球 所以我们都能够重新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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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是 无有勞作 无有劳作 就是行持之王 这边当然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这句话 一方面是针对着 不管是世间法或出世间法 都没有任何的期待跟优据 这样子的心态 它可以相似的契合所谓的无所作 无有劳作 另外一个是 如果能够恒常实修无作的本意 就是真正去实修圣意的话 那么就能够运用做上修的功夫 让日常生活的威仪都运用上 真正契合无所作的意义 也就是教法里面所讲的六句自解脱的道理 能够是一切的万象 当下都是平等一味的 那个是超越心事的境界 用这样子来诠释 即使无有劳作 即使最殊胜的行为 大致上应该是可以的 我们稍微等一下英文的反应 不停地理性来语言 那我觉得现在是超越谱所里的 日常今天一天 要是超越谱所里的 都在一天 就是超越谱所里的 我好想找找 那就是一天 都在一天 一个应该西线 当他人送大车送上 所以这十多美观就抢了 以为了多美观就利用过 就把十多美观就利用过 利用这一万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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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无顾虑现正果 这里所讲的顾虑就是期待跟优据 我们通常会期待的是什么 期待的是成就佛果 这是最高的期待 如果按照前面所说的 已经抉择自心即佛的话 那就对于果不需要有任何的期待 这是没有期待 再来的是没有优据 一般对禅修者来讲 持修上最大的优据就是涣散 就是迷乱 我们可能会认为说 心又散掉了 心又迷乱掉了 这是我们最大的优据 可是如果能够了解前面一段 所谓的行持之王 他是无有所作性的话 那么就能够真正的做到 上一句的禅修之王当中的无幻散 了之无有所作性就没有幻散 没有幻散的话 对于幻散的优据也就不必要了 这个就是无忧 就是没有期待跟优据的这个果王 果之王他的功德所在 但是人们说 其实就是让他们无缘的 然后如果能够的 他能够做出这些 如果能够做出这些 如果能够做出这些 就能够做出这些 所以我们才能够做出了 他能够做出这些 那些有的 他们很想要能够做出这些 这些有关的 所以这些人 他们有没有想要 我们能够做出了 这么多感情的话 老公们在家里给我看 这就是百贸 他们喝一口 他们喝一口 喝一口 喝一口 这个还可以喝一口 我们喝一口 喝喝一口 所以我们喝一口 我们喝一口 喝一口 我们喝一口 哦,也使自是阿赖耶 ,对得! 实在第一est,能够到这种機会, év得。 那也无声席垢进, 无出入定,助吴生。 赖爷指的就是阿赖爷 也就是一切的基础 本自清净的那个佛种性 在大圆满当中称他的特性 他的功德叫做本自清净 在大手印当中称他叫做基如来葬 只是暂时被课程的染污给障蔽住 所谓的课程染污障蔽 指的是为元对立的能锁的执着 所以这边说见到无生的本性 那么所禁除的就是而元对立心 以及由他所隐身的习气 当下就得到进化 若是如此 那么就不会再有入座跟出座的分别 也没有入定位跟出定后得位的差别 在初学者的时候教诫里面会提到 应该要把入座的时候所认定的见解 所禅修的见解 让他契合在运用在出定以后的日常生活的行足作物当中 这是教授当中所讲的道理 如果能够将座上的见运用到下座以后的话 那就符合禅修当中所谓的无患散 这时候就不会再有所谓的入定跟出定的实质的分别了 当然这是在已经见到了新的真实实相状况的前提之下所讲的 我们稍微等一下疑问 咱们之前所谓的打开脑 我们之前去見到的 很多人在这些论规划 你们都要认为了 看着了一些最宣传的经历 我们在这一条政府的运用 这个有这个事情 我们都要认为了 我们有什么事情 我们的家伙先生 就越来越了 这就是我们的家伙先生 但是我们可以做了 那些人都在找到被人找到的 在那些人的藍牙举到了 那些人都在找到的 那些人都在找到的 我都在找到的 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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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看 在一家中 太大了 太了 太了 太小了 太小了ighi 太大了 太軟了 太过去 太了看 刚才过来,我之前说了语言之法, 我已经是语言之法来说, 你读了语言之法来说, 语言之法来说的, 语言之法这个语言之法来说。 终于人情 光明、自显、心法、静 这段讲的是 如果能够了知到无二的十相的话 就会了知一切的相都是自显的 一切心法灭静 在我们心事的作用下 我们总是以二元对立来看待世界 就下了很多判断说 这是这样子,这不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的心总是无法真正的安定 在智慧当中 所以会产生了对事物的实有的执着 所以会着象 但是实际上 这样子的本性 它既没有任何可成立式 也没有任何可排挙的事情 我们如果安住在十相当中的话 那么一切的念头 当它升起的当下 它是自解脱的 就像是在水上用手指去画图画 你画出图案的同时 就是这个图画消失的当下 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受到妄念所左右 所以在妄念的 妄念升起时能够了知妄念 如果不能够了知妄念 而是随妄念的感受去走 一直安住 一直保持在那个妄念的循环下面的话 就产生了束缚的状况 对一个语解释来讲 真正的语解释 他的心里面也是会产生妄念 也是会有分别念的 但是当他的心里面分别念陷起的时候 因为他不追随分别念 不产生那样子的执着心 所以呢 分别念是极限极解脱的 就像刚刚所说的 那个水上面用手指画出来的话 他一画出来马上就消亡了 他就没有任何的执着可言 所以就叫做心法禁止 我们稍微等一下英文 就是你 你 你 那你 你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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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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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的一次 一看一看 一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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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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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当我们讲到见解的时候,如果要加以诠释的话,当然有各种的哲学 主张各种的见解,当然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种极端,常有的极端跟断面,虚无的极端,就是所谓的长边跟断边 所谓的托诸边际,就是不落长断二边的极端 这样子不落二边极端的见解,就是最甚的见解 它基本上它谈的是两件事情,一个是体性空,一个是自信民 由于了知道究竟见的缘故,所以晓得诸法本性空 这是空的层面,另外一个是圣意的波罗智慧 它是决性,就是民分,这是指自信民的部分 所以我们当然要解释这一句话,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诠释角度来谈所谓的见解 谈所谓的离边,可是我们在这边基本上了解到 �õ度的是,随的时候它是超越长断二边就可以 就很长的诀言 用此地道 唱歌有列的圣洞南花之意味吧 德热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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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是无边深广圣修王 讲到的是最圣的圣修 这最圣的圣修要把握的是 心与虚空无分别的这个道理 就是心在外在的世界外在的法当中 无依法比虚空更加的广大 当我们禅修时如果了知心浩瀚广大 犹如虚空或者说心的本性 如同虚空与虚空无别的话 这个就是最殊胜的禅修 我们用这样子来把握住禅修 应该是足够的 因此令人和他们在其中心里 有些人做到中国出现的 理绩的尊重 尊重 都是一ивает小离我 很久我猜 我猜我猜 无作自安 自安就是当下自然的意思了 然后是最殊胜的行持之王 行为之王 在行为当中一般的概念 就是有能作者跟所作的差别 能成就跟所成就的差别 但是安住在生意识相当中的行持 是了知到能作跟所作 能成就跟所成就 就是无二的 这样子的了知是自然而然成办的 心里面不再有说 这个能够如何成就 这个能够如何去达到 这个不能够如何成就 不能够如何达到 没有这样子的分别心 这个就是最深的行为 而一定是以前的《 sweep society》 有一次超常治啊 《共和党染之女》 二人之下 人家都只能入侵 bord 他们只要入侵坏 这小伙计划就让人家讲的 理解没有那么多的 信不打入戏 打入战争赞不过罗宋 打入战争也没错吧 接下来讲到无求自安 圣果王 就是对于果并没有任何的希求 就像是几天宋公尊者 曾经讲的对于见地禅修行持跟果位 不要有任何的期待跟优据 就一个初学者来讲 他有接连不断的种种妄念 可是如同前面所说的妄念的本性 在你了物的前提之下 他的本性就是本来的智慧 所以如果能够认识到 他的本性就是本来智慧的话 那所谓的智慧指的就是 念头他的本来的自相 讨论他在这人 在我认识时 他不会有任何的 这会是否在百里柴里柴求 自己以后 他会不会有任何的 我的心境也是好 那講到大手音的傳譜 禅修的时候,对于初学者来讲,可能有很多的肺解之处 实际上它的要点就在于不幻散的安住在普通平常心当中 那样子的平常心,不断的安住在平常心 就是心的不造作的状态之下,那个就叫做不幻散 在高曲派的祖师们谈禅修的时候,常常都是讲这一点 真正的实修就是安住在那个心 不幻散的安住在心的那个不改造的状态当中 这个就是真正的禅修 当时,我们在当时的证明中,我们在当时的证明中 我们在当时的证明中,我们在当时的证明中 我们在当时 factored,并少数百个男也说了 这你就用于我们的形象 至于那时,인이守抧场 individuals在于现身上的身材 又总共学了 那她不想你 所知你 她不想要不要 那我也不想你 她不想要 她不想要不要 太多了 太多了 那我才不想要 她不想要 就是我 也想要 所以雙四 Friday的秘密 我回到這兩個月的雨 好嗎 去東西 又糟了 但是我沒有被頭 theft 這些《升降至中呀》 但是沒有了 所以可以 我都不想要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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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說禪修是不患善的 安住在平常心的時候 我們要有一個清楚的認識 這個平常心並不是 凡庸心的意思 當密歷日八尊者 對至尊鋼不花進行心悔的指指的時候 他跟他說 所謂的這個平常心 就是諸佛秘义 可是平常心就是諸佛秘义 這件事情不代表說 我們的凡庸的心 就是佛心 不是那個意思的 而是曉得那個凡庸心 它是赤裸 平等不加造作的 那個狀態 因為它是赤裸平等 不加造作所以我們稱它叫做 平常它不是凡庸 那樣子的狀態是 自覺自證的 它能夠自我 它具有明性的了知 如果你能夠 這樣子來認識 平常心的話 那個平常心 確實就是諸佛的心意 你不能夠正確認識它的話 那我們就稱它叫做 心事 當你正確認識的時候 就叫做 本智 這兩者之間的差別是很大的 作為一個凡夫 不能夠真正的認識到 平常心是什麼的時候 對它來說 煩惱跟 煩惱跟习氣 它是起不了輔助的作用的 它會被煩惱跟习氣給載至 隨著煩惱跟习氣而轉 而那些政務者 他們則不是如此 他們見到了 所謂的平常心的本性 他們首先先了悟 之後見到 見到之後呢 再透過禅修 不斷地去深化它 這不是一個輕而易舉的過程 但是對於數學者來講 並不是很好把握的 這不是一個小學者去看 但是我們想要說 有一個小學者來講 你誤會 有一個小學者來講 你誤會 有一個小學者來講 有一個小學者來講 那些人在聽話 那些人都不想要 有一個小學者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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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就在这里나二心还是一细 还说哪一种头、就像خر钘 就算是里十、两个人 还是许一本 benefit amiga她说 suficiente路垑 大概�도不能回来 但绝对参加 也不险 就是臂 但我当时在那个 幻灯人之中 證明知道 这些人 跟得一样 都是 但那些人 和你大約 9、5、15、三個三個八千 三個三個八千 三個八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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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一人 严民心 三個八千 有 很忙 我方家有任何人吃過了 把我的禮物也吃過了 如果有我家人吃過 我家人吃過了 我想說這才會吃過 我家人吃過 我家人吃過 如果认为一旦那些这帮他家,他家在这些 人隔壁 他家在任何地方都参演 他家人家就像他们一样 这一般我们都要认为这些人 能只要出入人汉 那一般,要自然去鸡地产 那么,也就是 ze这些人 他家人都要认为他们的 那家人是一样的 这家人也希望他们在一起 老師說的話,我們要求當做什麼. 昔旭剛剛幾天宋宮尊哲的建議, 几天松公告诉我们在禅修的要点 就是不患散的安住在不改造的新的本性当中 接着他又说了 不曾与自己相分离的新的本性 就是究竟的如来的自信 这样子的佛果从未与我们分离过 他谈的就是我们的自信即是佛 当我们不晓得自信的本性即是佛的时候 就开始有很多的分别 这些分别是来自于我直跟习气的一种暂时状态 我们就开始认为说我是佛教徒 别人不是佛教徒 我是如何如何的身份 别人是如何如何的身份 可是这些都只是一种暂时的 对于心性迷惘的状态而已 它并不是我们的心的本性的真实状态 我们的心的本性真实状态 那个真正的基础是什么 是本次亲近的佛果 这样子的佛果从来与我们不曾分离过 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这样子的心的本性 它才是真正的本质亲近的 所以在吉天苏宫的话里面才说 顶礼珍贵的内心本性 这样子的内心本性与我们从不分离 就像是上午在讲大手印当中的手这个意思的时候 我提到了这个手代表的是本觉 究竟圣意的智慧 那个就是所谓的手的意思 它跟此处所讲的不曾分离的心性 即是佛果 道理是相通的 如果你懂得这样子 内心实相的法性的话 能够安住在自己所获证的究竟见解当中 那样子的对于见解的把握 是有一种觉察性 可以了知什么叫做究竟见解的 那样子的究竟见解 可被我们的决性给把握住 可以被我们 然后如同虚风的如来藏 也是可以有具有明分 可以让我们明了的 那在自己是否 抉择究竟见解方面 它有三种情况 一个是自己能够抉择 一个是像有修正的上师 那边去断与抉择 另外呢 就是当我们对众生产生悲心的时候 自己会晓得 那个强烈的悲心之下 会见到究竟的见 这些都是需要透过始修 才能够通达的 这个见解 如果你这样子通达了 通达了本来具足的心性实相的话 我们有时候也称这种状况 叫做母子光明慧 这个不需要假他人之手 我们自己能够认得出来的 你连到当部 我都插当着阿颂 他奔顺把他带上去 他带上去 你没有了 我都没有了 我都没有了 我觉得 没有了 如果我们还让他抓到 他就让他抓到 你 这就是 你 你看 你看 这一道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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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 所以要在上方、你先上一把大吉杰了 那些坚朝的计划,你要等一切 如果你是那些官司 inventory,你拿出來 你拿出來,你寫的 你去得到你凡是你 你去這包含,你包含了你 这些人都不懂得懂得懂 刚一等人去不懂 这些人都不懂得懂 这些人都不懂 这些人都不懂 接下来 初学好似深谷见 中间恒河水缓流 最后支流母子慧 讲到这边大家可能对于恒河大手印 会有一个想法说 这边讲的好像大致大同小异 大概都是一样的吧 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讲 确实有可能会这个样子的 那就像上午跟大家说的 大家都是有缘的法友 我本人并不具足文思的功德 之所以在这边宣说这些见解 有这样子的机会 来跟大家分享这些见解 主要是来自于过去的生活经验 过去的磨难 过去受了世界上各式各样的痛苦 包括了饥荒 包括了疾病 还有很多恐怖的景象等等 这些苦我都吃过了 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 不得不把上师曾经教过的 这些口诀拿出来用了 比方说初学好似深谷见的这个情况 当我遇到逆境的时候 才真的想到说 大概上师所讲的口诀就是这个样子吧 就用了上师所讲的那些口诀 所以避免自己怀忧丧志 避免自己一致消沉 然后不断的这样子禅修 运用上师的口诀来禅修 使得遇到的苦难或者是烦恼 都成为修行的推动力 都成为修行的助办 如果有人说内道佛教徒 在见解方面有什么样的特点的话 其中的一个特点就是 能够将一切逆境为原 转为修道的辅助力量 这个就是在真正的修持的过程当中 所能够获得的心得 我们稍微等一下英文的翻译 我也想对目前 %. 不能说我自己釋统的 那么不登场 不行 而当人离开伤美学IF它的难过 兄弟们儿记得很瘀血 在我的手上人自身有很多人 我的手上人也結果是很大的 如果這位於我所說或者不準地 我會你不要只想們 在我的手下人的手上人 在我手上人的手上的人 在那裡進行後 在那裡進行後 從頭上的人赦起來 就是这样子咬一小块 就知道是一个很多时候 就是这样子 人会在比较 看起来 所以我说 如果在这山点的当地 我从来在这山道之间 在这里 是一个人的 就是这样子说 这山道是一个人的 我对这山道脱毛 所以这山道里 我对这里 안来 这个是一个人的 〔吋〔第〕〔�不知〕 他 就以彼此来 於是混是 所以要在竹簽 可警官部长发自行程 Barry 警官部长made 如果因为他疯了 确实是 questa 确实人物 好 全是摂取的 那是很疯悻 dy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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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现在来看中国青涡的水 我们要找到的这么多的东西 当我们把文化引咱们 我们要找到ritis 我们要找到一个东西 他在我们上买了 他说他在理解 但是我们自访的地方 他们因为这些东西 不是那么左心 如此 彼此使咱们 我们以为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上居 有些人认为修习佛法非常有用 因为佛法是痛苦的解药 痛苦的良方 透过修习佛法能够解决最深的苦难 这当然一方面所说也是正确的 佛陀曾经告诉我们 预知过去因今生受者事 我们过去曾经造过什么样的事情 什么样的业在过去已经造下了 那个业已经决定了 那么我们现在受的正是过去的业报 所以了知业力因果的关系就特别的重要了 佛陀告诉我们在发心的时候 应当要愿众生远离痛苦 还有痛苦的成因 所以当我们希望众生离苦的时候 就要去反思去寻找什么事情促成了痛苦 比方说在这个世界上 有那么多战争平人冲突不断的地方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苦呢 来自于他们自己内心当中的烦恼心 比方说他们有称心 他们有嫉妒心 以称心跟嫉妒心的等流过 所以造成了这样子的冲突 纷争 这是外在的环境的展现 那称心跟嫉妒心存在于何处呢 并不是只存在于他们的心里面 我自己的心里面也有 我们检视起来就会发现 自己心里面也充满了烦恼 我也有称心 我也有嫉妒心 所以我们在认识烦恼跟烦恼成因的时候 就要晓得说 认识痛苦跟痛苦的成因的时候 就要晓得说 原来痛苦的成因是烦恼 那快乐的成因是什么呢 反过来说 快乐的成因就是来自慈悲跟智慧的力量 有慈悲跟智慧才能够消灭烦恼 我们说三宝非常的重要 真正的佛宝是什么 真正的佛宝就是智慧 真正的法宝是什么 真正的法宝就是慈悲心 所以我们才说 三宝是我们一生的根本 因为慈悲跟智慧是我们的根本 佛化的一切也都是环绕着慈悲跟智慧而说的 如果我们在这样子的理解之下 去做禅修 去实践佛化的话 我们的禅修跟实修 就会产生效力 它就会具足力量了 当我们有强盛的烦恼的时候 以慈悲跟智慧的力量 透过我们禅修的串习力 能够使这样子的烦恼 不起作用 我们不会随烦恼转 当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 也能够用平常的实修的力量 来克胜烦恼 这个就是透过实修 透过认识烦恼之因 认识痛苦之因 也就是烦恼的本性 使心获得稳固 而得到非常大的效用 以来任何的违缘都不能够打垮我们 都不能够战胜我们 当然要从第一步做起 就是要信受耶利因果 我们要确定的是 三界众生因烦恼而受苦 我也因烦恼而受苦 三界众生的烦恼 跟我的烦恼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要先认识烦恼 来加以持修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是我们所需要去做的事 在此的时候 等一下一问的反应 这个这些假的权 你还可以做到 这些真相伯的 那些不仅可以做了 最后的是 这个 这个 的时候 侍然天 罢了 就是 以有 来 constitutional是改革排斥的时候要求 就是排斥了 但是在这种医院的地方 甚至是我们的证据 见度那部分是谈论的 我其实有些图中心的人 我们把这些图中心 investigative 他们会践直到这些图中心的 你们现在我们的这些图中心 我开始了 就在这些图中心上 从两个年轻入之二出发过 就做了一个小借治的有一点 在作强道从铁迷地前来 所有人都会不断 而往前襲到并且 地区中间的小借治 要线他做了一销 这样地区中间的一销 我们会有一种如实的一销 最澳大利 在中间的转化 地区给我 det should you any anyIT quand I was that the 4edes aptop karena to the nubi again 你 could of 4szychern can you light the shape of me ausa c員cal that the last week. 有人想 te luyas cake of dįriku has termostrum get out could of 4 хотя 也要說有些路,那些人 那些文件都是路人 ulares 抓地 然後,通過 突破地 太 город 還有一些路方的路 往因為 幻影 上路不停 在大局派当中 几副圣民的子宫派祖师 几天诵宫尊者 他可以说是 佛陀补处龙树菩萨的真实化现 即使是这么样一位的真实化身尊者 在他实修的过程当中 也经历了 就他本人所说的 就是不可思议 在这血液当中 最难以忍受的种种的障碍 比方说他曾经罹患麻风病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心里面真正的实修是 修施授法 取苦于乐的修法 修慈悲心 因为他接受的 这是过去夜所感德的果报 所以不接受也得接受 所以就透过施授法的观想 将别人的苦由自己代收 将自言乐完全地分享与其他的众生 以这样子的修法的力量 他最终能够从麻风病当中康复过来 而且以这样子的缘起 后来在他的传承教下 修行者都能够长保健康 有这样子的一个典故在 而且透过他这样子的悲心的修持 跟施授法的修持 大手印的见解 在他的内心当中就真正的升起了 在尊者的事迹当中 有相关许多的典故 所以呢 当我们遇到违缘的时候 不要像是一般人认为说 就是因为我学佛了 才开始有这些违缘障碍 你如果这样想的话 就是极大的错误了 你应该要晓得 这个就是过去业力的结果 既然有了这样子的违缘 也是无法避免的 那就应该要把它拿来运用在实修上面 想办法的去修悲心 去修菩提心 先从世俗菩提心下手 最后呢 就能够以世俗菩提心而自然的通达 圣意菩提心 当我们修世俗菩提心的时候 主要按照着 佛子行三十七颂的道理 去做听闻 思辨跟禅修 这是非常重要 非常好的一个法门 在这个社会上 也有很多的善知识 我们可以向他们 请义佛子行当中的道理 透过闻思修佛子行 去修施授法之后呢 我们自然的会产生 对众生的强烈悲心 会有大悲心 当大悲心升起之后 我们就懂得如何转烦恼为道用 如果你真正能够运用烦恼为道用的话 就是密宗所讲的 能够见到烦恼的本性 所以烦恼呢 当体转移为本人的智慧 这个就是烦恼为本质的道理 这个这样子的力量也是来自于 对大悲心修 所以不同的根性的修行者 他们面对烦恼的处理方法不同 有断除烦恼的说法 有转化烦恼跟认识烦恼的三种不同的说法 分别是适合别解脱圣的修行者 菩萨圣的修行者 跟密圣的修行者 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对峙烦恼 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完全只仰赖大手印的抉择来处理烦恼 对于很多初学者来讲 这是非常难以企及的一种境界 因为苏太阳间 大几地的路 齐瓦探的时候 所说的东西人 在这边来这边来这边来这边 那里有没有办法 那里三四个阳间 有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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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有办法 第四个阳间 三处前面 一路 在立体的齐瓦 在乃西宅之间都没有称呼的 在乃西宅的待会里而言 要把我让他来所义的 在乃西宅之间都没有称呼的 在乃西宅的还有乃西宅之间 他们都在乃西阅说 在哪里就 某人及四 weird 有一 但我 71 中一个16 大型窝东西 山 Heart 呆来 那就 穆整个面穆的 别多讲 那我说 那种放倒什么 那种放倒 那种泪在 那种泪满马之间 那种泪满马之间 就是 那种泪满山之间 是在出售人家 那种泪满山之间 那一种泪满山之间 烧山而开 吃 那种泪满山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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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认为工作室 她认为徒习近平 我认为申请混乱 她认为申请混乱 所以她认为是这样 所以当我们受苦受到困境的时候 不要急着就认为这个是不好的事情 我们应该要反观它的成因就是烦恼 所以从根本上去断除烦恼 我们会觉得说烦恼好像是这样子 你现在才刚处理完 它又再次升起了 好像永远没完没了的 这是因为只要我值仍然存在 烦恼就必定会自然升起 所以为了要对峙我值 我们就必须要有无我智慧 所以就必须要能够升起菩提心 真正的投入六度波罗蜜多的修持当中 所以我们才说显著是波罗蜜多圣 就是行持以六度为道的修持 当我们内心具有慈悲的时候 自然而然的所作所为 就会契合六度波罗蜜多的道理 当然我们在升起慈悲心的时候 它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不带我值的慈悲心 那在不带我值的情况之下 你的慈悲是扩展广备到所有的众生的 它是没有界限的 在这样子的无有界限的慈悲心之中 可以升起回忌心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你带着我值 去修六度 去修波罗蜜多法门 可是这是有我值的 因为有我值 所以就夹杂的过失 因为修六度 所以具有功德 所以你带着我值去修六度的话呢 就等于是功过参半 它既有功德也有过失 什么叫做带着我值来修呢 比方说你修慈悲的对象 仅仅是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妻子 自己的父母 然后呢 除此以外的人 你就产生一种排斥感 产生一种反感 如此一来 你的慈悲心并不是广备一切众生 并不是遍及虚空的 它会不会有好处 它有好处 但是呢 它同时的也会带来一些避害 所以我们说它是利弊参半的 我们要保护 要培养慈悲心 所要培养的就是 没有限制的慈悲心 是无边的慈悲心 也就是说要了知 所有众生无一例外的 都做过自己的父母 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的 秉除我值来修慈悲心 任何的思想 不管是涉及到考量 何者为善法 何者为非善法的 这些想法当中 最为重要 最为要守护的 就是如何去固持 对一切众生的善念 即使是你今天布施 给一只小小的虫子 一点点吃的东西 你做这个小小的一个动作 也想着我这个动作 就是为了利益一切的 请众生去做 这样子的话呢 即使是一件举手之劳的小事 它也能够成就 非常广大的善德 用这样子不夹杂 我值的心态来修六度的话 它的切入点就相对容易许多 我们学习的小的小事 是一件事 有的小事 我看见 在这些小事 有的小事 时 我今天 也有的小事 有的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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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有的小事 我可以 让你 有一点小事 有的小事 这些小事 我会 按钮 那天志相似他 人家 scient熟 人家 aren'tou了 山 舟 村 花子 花子 在那些年 那天志 把策划 山上啊 海豹 人家 青 尘 尘 射 射 尘 尘 指out 有些人 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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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尼 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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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尽